咦 哥哥 我們要上哪裏去 天人下落不是還沒查明嗎 是啊 再說三光大哥也還沒歸隊 不管怎麼樣 總會先找到他比較妥當 我能告訴你們 之前我在課上結帳時 掌握了地的封信給我 原來三光大哥早就料到 掌握會去那裏投訴 所以立先留書給我們 原來如此 三光大哥課有些說些什麼嗎 三光大哥要我們天黑或到宮內進軍營和他會面 他說他已經動進軍 偉童也和新姦王大仁著手調查紀天塔 並且正在秘密調集人馬準備業也進行包圍 但他未防有便 還是讓我們先到宮外擔命 嗯 我曉得紀天塔裡必常有妖魔 倘若一舉殺出 只怕進軍也不會是對手 咱們在宮外擔命 萬一有便便可立即復原 也可少些無辜死傷 子豐姑娘說的是 三光大哥真是這個意思 那咱們還等什麼 這就出發吧 其他的就等和三光老兄破面之後再說了 嗯 呵呵呵 喂 偷年 我勸你還是快快退兵 這些小族不堪一擊 換他們上陣 只是白白送死 身為劍軍 又不能保衛精神 叫微卯如何向皇上交代 即使你手下妖魔再凶再惡 不過 我們也只有拼死一戰 為皇上舌命訓聲罷了 不愧是進軍統領 果然是掉漢子 是可惜我無暇和你們消耗 你再不退兵 我就把你們全都送上西天 哼 那就試試看吧 拿我的兵的奶 偷年大人 你是千金之體 不能就這樣出陣了 要是你有個萬一 誰來同上我們金城進軍 本統領身負走位金師之責 如今讓敵人打到太和殿 也是本軍的奇詞大陸 當此時刻 如果本統領不能生先士徒 光是在此我也說不出 本軍地兄們如何能否 又如何能對得起 也不信殉難的弟兄 你拿我的兵人哪 偷年大人 敵方妖是妖飛人 請你再三思 他說得對 偷年大人 則缺缺妖你 還不需要 勞你親自出馬 啊 是上官都欸 我最後一個好奇的點 上官員不是 走私後航標嗎 他怎麼還給你回來 安然無事 下官火同 朋友一醒 拜見為統領 啊 原來是上官都欸 這幾位是 親近統領大人 這幾位是屬下向人提過的朋友 他們身負除妖絕技 屬下曾多次與他們一起迎戰妖魔 所下批靡 你眼前這個妖女 也誠是他們所下敗教 齁 眾位英雄圈倒無來 為某有失原因 還請各位贖罪 通領大人嚴重了 我們訴受上官兄之妖前來幫忙 晚輩自當捷徑所能 這些進軍士兵不具對付妖魔之人 是我們請通領 令他們盡速撤回 如此即可免去無謂死傷 也有利晚輩一行兼妖面膜 現在光場上殺成一團 要他們馬上撤回 死有困難 得先你們入陣衝殺 擋過一番 他們方能趁機退回本陣 通領大人所言即事 那晚輩就這麼辦了 請你下令槍陣 讓開一條路 我們這就入陣傳戰 諸位英雄 你們若能除滅這些妖魔一行 唯某必定盡極所能 重重籌襲各位一番 通領大人 我們除滅 除滅妖魔為了是天下存亡百姓安居 通領大人籌襲之意 我們只有心靈了 少侠歧度胸襟令唯某 由衷中佩服 那麼一切就有勞主委了 唯通領不用客氣 這妖女交給我們吧 主委 我們上 主委 哼 又是你們 之前聽KO7和單腦鬼說 你們已經來了這清晨 沒想到這麼快的見面了 上回的酒藥直聽 讓你僥倖偷得一命 這回不會再放過你了 含無殺 你快快受死吧 這句話才是我要說的 呵呵呵 原本我不想多傷人命的 既然你們來了 看來我也不用手下留情的 通通給我殺了 欸 怎麼 夏侯兄 你何時也入這一火了 高興幫誰就幫誰 誰也管不著 哼 就是我們進軍的小兵們 不能死 不能死幾隻啊 不能死三隻吧 總共有12個小兵 然後我們要存活大於9人以上 也就是10人 才會拿到虎炮槍 然後虎炮槍就是上光源 要合成最強武器的 其中一個道具 所以 希望敵人不要把我去攻擊小兵 所以 希望敵人不要把我去攻擊小兵 快點撤退 然後我們 然後 我記得 有風槍 啊 嗯 等一下喔 啊 暖 暖 暖光神行 стран 裔恐襟 攻擊小兵 法配 所以 什麼 都來 看 摯 猜一下怎麼弄就好 給林取用啊 不然林取就是要站這裡 然後暖風神行給他用下去 然後山光源 欸妖骨座在誰身上 啊 啊在風行業身上啊 弄一帶 好想要衝上去吧 蓄機 好這張 好這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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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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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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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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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